詞曲 李宗盛 李宗盛 好 看一下 看一下 英寡沒有寫完就想 英寡比較適合 那那個班牌剛剛在提一個意見 因為我知道你們一定要把我們進化學 所以可以解放 那下一個就能講 寫完同學有沒有反對意見 跟你一樣來講 那時候你們就好心一點 有沒有反對意見 沒有 那我 我沒有 我沒有 我沒有反對 我沒有反對 反對舉手 我沒有反對 沒有反對 我剛剛就上個來講 我沒有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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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分 風頭啊 好那個 這樣就好了 那就是 捷報 捷報還是明天準時交 以後你們應該要進行 那預報的話 就下個禮拜 禮拜一交 都聽到了 捷報準時交 明天明天準時交 預報的話就是下禮拜一交 下禮拜一中午好不好 那我會交代我們禮拜一交 那可以嗎 哈哈 好吧好吧 好 不要寫了 因為我們上 我們禮拜二好像沒有交代 一般 一般二的交代 好吧 好 就這樣就沒有問題吧 捷報還是要明天交 那這個 運報的話 禮拜一中午交 中午之前交 我們繼續這個 介紹 二氧化碳的 Gate Sensor 那這支撥摸介紹過了 這撥摸很重要 那接下來呢 這個一幫呢 這個新版 剛剛沒有改 這個箭頭啊 標準不是很強的 Thing film of internal solution 內部容量的很薄一層 很薄一層內部容量 所以看這兩件事 一個是這個箭頭指的是內部容量 內部容量 內部容量的話就是這個灰色 內部容量 很薄一層呢 這地方畫的顯然不是很薄 就是 裡面 我們再看呢 裡面這個什麼鏈子呢 是一個 玻璃鏈子 Gloss Memory 但是它不是你看到 平常看到是一個球形的 或是火圓形的 這個呢 它設計上是一個平的 那你買得到 所以你去買一個平頭的 玻璃鏈子 那麼這個 Internal solution of Gloss Electro 那麼這個地方呢 它就沒有標明 裡面是0.1 molar的HCL 那如果說你要這個 再多一點的資料 就是Internal solution 是0.1 molar的HCL 所以這裡面這個 一個玻璃鏈子就是 那玻璃鏈子呢 它跟你的這個Membrane 貼得很近 幾乎貼在一起 所以這個畫起來是越來越 那正正在做的時候呢 這個玻璃鏈子 這個玻璃鏈子 離這個Membrane 非常 非常好 非常容易 緊貼在那裡 所以這個 這個距離呢 看起來很遠 這個 它如果畫在一起的話 就太近了 看不出來 所以它對畫得比較遠 但這個建筒呢 應該指的是這個 這裡面的容量 這層 電子 跟Membrane 中間這層的容量 所以原來的電子 這個建筒呢 指的是Membrane 不對 自己要說這件事 好 然後這裡面就是一個 玻璃鏈子 平透的玻璃鏈子 那內部容量 灰色的放的是什麼東西呢 放的是那個氫納 那這個為什麼它放一個 碳層氫納 來我解釋 我們有一個 碳層氫納 然後放了一個氯化納 那這個就有點神奇 又有這個氯化納出現 那氯化納呢 再一次呢 它需要 是要配合這個 銀氯化銀這個 參考鏈子 所以這邊有一個 銀氯化銀參考鏈子 這裡面呢 就要有氯納子 就是氯化納 提供這個氯納子 所以這個 左邊這個 以氯化銀跟氯化納 就組成了一個 參考鏈子 那玻璃鏈子 就要去測 這個 這層很薄的 就是你的 容量裡面的二氧化碳 寫在這邊 容量裡面的二氧化碳 它透過這層 membrate 就送進來 送進來 送進來放在哪裡 那是很薄的 那麼一定要 為什麼要很薄 你薄的話 你那個 容量體積呢 會比較小 所以它升進來之後呢 會有這樣一個 平衡反應 那 我們內部容量裡面 是要加一個 碳酸 金納 在這邊的話 那能夠固定的 而且能夠 滿高的 固定的 就說 好 我的二氯化碳 進來 它會有這樣一個 平衡反應 那這個平衡反應裡面呢 我的內部容量 它的 這個濃度 是固定的 濃度很高 所以它改變幾乎不明顯 所以可以把它看成是固定的 這樣子的話呢 如果二氧化碳 濃度越多的話 進來越多 我們生成 就是說在這個 平衡裡面呢 氣粒子濃度就越高了 對不對 所以你測 這個氣粒子濃度呢 就可以反映出來 外面的二氯化碳的 平衡度 是多還是少 越多的話 這個氣粒子越多 那這個是在裡面 就已經有固定的 固定的固定 它不變的話 就是 二氯化碳的濃度 跟那個氣粒子濃度 相當於是一個 一個正裡面的關係 所以 就要去測到 這個氣粒的濃度 到底怎麼改變 可以反映出來 外面裡面 二氯化碳的濃度 做這個道理看起來 其實還蠻簡單的 好 有沒有問題 就是說 這樣一個東西 這個二氯化碳的 Gate Sensen 這個基本的道理 就是為什麼這樣設計 以及呢 它的這個 為什麼可以測 很好看 這個道理要你多了解 所以 二氯化碳在外面的溶液裡面 它要先穿過這個Member 那這個Member 我們剛剛介紹過 它有很多很多 所以它可以 那個 升級完 然後穿過 好 接觸到內部 那這一層 還必須是一個 素水性的 有溫度 而水 跟其他的理程 才不會 升級完 因為它跟它 氣氛也不好 所以是 不會主動的升級完 那這個是很重要 但氣體二氯化碳 基本上 是這個 極性的存在 那麼 所以它可以這樣 穿過來 那麼 接下來就是說 為什麼加一個 設計呢 就根據這樣一個 平衡的反應 設計完之後 我們加一個 所以我們在裡面 要故意的加固定的 如果我看一下 清納 然後 讓這點擺 有一個 固定的話 開然化碳的 外面有別的 開然化碳的 跟 四面之後 我們知道 氣氫的能力 就講了 怎麼關係 怎麼去測 氣氫到 玻璃電極 很自然 所以玻璃電極呢 測 這個氣氫的 兩邊 都可以測到外面 非氣氫的能力 我們在裡面 開然化碳的能力 記得的道理 非常簡單 很簡單 很簡單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的話 那下面 這個作者 要發到其他 其實是蠻大的 一個 F165 去 挑一些事情 我們在這個地方 我想 我們就不打死 那基本的一個 相反就是說 你 內神membrane 得開到 外部容量 跟電容 那外部容量裡面 有一個CO2 它會 就滲到 Membrane 然後Membrane 然後在 滲到裡面去 所以這途中間 是個B 如果外面越多的話 外面越多的話 外面越多 外面越多 外面少的話 也沒有出來 這樣一個平衡反應 最後我們剛剛看到的 這樣一個關係 就是沒有 我們剛剛看過 所以這個 內部容量要放固定能力 所以我們不太能輕它 所以這樣 你要測量蝦露度 跟那個氫粒子 你真的去測蝦露度 可以反映出來蝦露度的 能力 最後 最後 你如果說 污化的人 可能有興趣去打 或者是 分析的話 我們就直接看最後的結果 關係是怎麼樣 最後的結果 你看到 量到的是一個電位 就是 玻璃電體量到的是一個電位 那這個電位呢 一個L-Plum 就是一個常數 整個系統裡面 不管有多少電位 基本上都是固定的 所以變成一個常數的 然後在0.0592-Plum 修渡的 在外部容量 或者飛機容量裡面 修渡的 濃度 就這樣一個關係 這樣一個關係 OK 那這樣一個系統 如果我們純粹 就這樣一個關係 繼續了解的話 應該不是太困難 那當導釋的話 有很多事情要去寫 這邊都不倒了 那 你這樣回頭來看 有沒有干擾 這樣一個系統 好 你這樣講完了 你知道 色系統什麼問題啊 融元裡面 你還有其他的融解器 氧氣啊 氮氣啊 氮氣啊 它會不會干擾 因為跟氮氣一樣的存在 可能讓我們有不少 它會不會影響到你的 策略和結合 所以這個時候 你去想說 什麼樣東西會干擾 第一個 它必須是 可以穿過這個 穿過這個 所以氮氣也會被穿出來 氮氣也會被穿出來 所以氮氣也會被穿出來 所以今天是融解器 你可以穿過 但第二個問題是 穿過之後 會不會影響到 你內部容易的 這個氫力整體能夠 改變 氧氣會不會干擾 不會啊 沒有反應啊 氧氣滑進去 會不會改變你的氫力整體能夠 應該不會 所以 沒有錯 你要射入一個美麗整體能夠 但 你對我把它改掉 那麼 但是它不會 它可以穿過這個Mepro 但是它不會影響到你的氣力整體能夠改變 不會影響 所以它這邊有兩個狀況 第一個呢 你的這個融解的吸引 要那個Path-through Mepro 第一個 第二個呢 它會影響到你的pH值得改變 你距離整體能夠 會因為它跑進來了會改變 才會有影響 所以這個呢 蛋呢也不會影響 但是像二化蛋 如果有的話 它會有影響 好吧 進來看看這個 消息一下 消息一下 那那個這個二氧化鈕 會不會有影響 就不會有影響 其他的都不會有影響 好吧 這個二氧化鈕氣力感 Gast sensor氣力感測器 我們就介紹到這邊 看一下 那在課門裡面 第2、3、4、5這個標 它們的 commercial gas sensing 所以是在那裡賣的 二化蛋之外 還有其他有 這類東西 它的平衡的 方面是 平衡的反應在哪裡 以及呢 用什麼樣的電磁去測 這邊 你看到是活力電磁 測變成這個面 那其他的也可能 像如果說是測HF 的話 你可以用那個 佛力氧的電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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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剛剛講像那個 二氧化鈕 那個 二氧化鈕 它都會進去的話呢 它平衡反應裡面 也牽涉到 輕力的地方 那這些東西都是 管理的幹 所以這些東西有 輕力的改變的話 就會改良 那我想我們就先交到這個禮拜 二氧化鈕 請你看看 這個實驗是 沒問題 這個基本的道理啊 你們都知道了 我們知道這個道理 你就知道它設計這個電磁 是做什麼用的 為什麼講設計呢 然後最後一句話 所以我們做到兩道的是 現在是用pitch meter 所以你看pitch meter 就配置量 那pitch meter呢 它本身一定有兩個 這個 讀取的方式 第一個呢 是電位 因為它本身就是 真的兩道的數值 就是電位 真的的形狀 就是電位差 所以它原始性的就是電 所以它一定可以有兩個電位 那如果說你用玻璃電極 量這個pitch值的話 當然你可以選pitch meter 多數 pitch多少 所以它一定要量 兩種的一個scale 應該說兩個位置 可以去選 說我要讀它的電位值 還是要讀它的pitch值 所以pitch meter一般就 配合你的臨時用電極 去用電位 就沒問題了 好我們進章的 最後一個小部分 最後一個小節呢 我們要介紹的 這個 23F-2 BIOSENS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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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現在如果提供很多了 告訴大家 生物感測出來 BIOSENSOR 那它設計的原因很多了 那我們上 在之前 前面講的這個 Surface Plasma Resonance 那個 可以是一個BIOSENSOR 所以去看一個BIOSENSOR 基本的一個架構 它一定有一個 我們叫做 Molecular Regulation 這個部分 最前面 一定有一個 機制呢 它對你的分析物 它如果說是一個 招有三線 在最前面 跟你的分析 有一個接觸的地方 它一定有一個機制呢 是可以有選擇性的 去針對你的分析物呢 有一個選擇性的反應 所以這裡面包括 Enzyme 我們現在要講 是Enzyme 那我們講到這個 表面公正 表面地上公正 裡面 比如說 Antibody 抗體 分析或是抗體 所以一定會有 這樣一個選擇的一個 辨識的一個機制在裡面 那這邊沒有出現的一個 DNA 好 這邊沒有 沒有放進去 應該放進去 好 針對我們現在要講的 就是有一個 A-Line 幫助我們 Molecular Regulation 一個東西 一個東西 那麼這樣一個 A-Line呢 它針對你的分析物 會有一個選擇性的反應 專一的反應 那麼反應完 就是經過它 有反應 反應完之後呢 會有一個 化學的產物生成 chemical 化學物質 生成 那這個化學物質呢 你就需要靠 第二個部分 Transcuser 管轍到 什麼方式去測 好 我們接下來會介紹一個例子 所以這個地方是一個 German 一個Tox 所以一定會有一個 Molecular Regulation 選擇性的一個反應 反應完了之後呢 看什麼都可以改變了 這邊是有產物生成的 從去測那個成果 我們這邊是靠 看這個電子 電子 電子 就是R-In-Solight 一個R-In-Solig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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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 電子 所謂電子氣氛 就是電流 電壓 電子 電荷 所謂電子氣氛 你是測電流 電壓 電子 電荷量 都會 好 好 所以這是一個基本管 一個German 所以你是一個BioSense 一定會有至少這個樣子 一個呢 選擇性的一個氣質 側 一個分心 然後選擇性的反應完之後的 這個中心呢 你要閃電信號 好 圖機要來看一下 我們同學如果有修生化等等 你們比較熟悉 如果從來不修什麼生物啊生化 好 我不曉得 你對這方面知道多少 那我想你們應該都知道N-S就是 教術 比如說反應成為 現在這個是N-Solight 那N-N呢我們化學的一種催化劑 所以你如果把它硬當作一個催化劑的話 它你確實是一個催化劑 它是一個BioCatrix 你生命裡面 生化的一個催化劑 所以N-N它竟然是去催化 催化裡面的一個反應 比如說 Urius 這個尿素酶 我們看在適當的PH之下 這個N-Solight大概它要反應的話 都有一個適當的 最佳的一個PH條件 溫度跟PH是控制的很重要的 所以Urius的話 那是PHCdm的時候 這樣一個表情之下呢 它可以碰到Urius的尿素 它可以進行一個水解反應 反應的結果 就剩成阿摩尼亞跟PHC的磁質 阿摩尼亞磁質跟PHC的磁質 所以它 效術的話呢 它只針對 某一個專一的對象分析物 進行這樣一個選擇性的反應 所以它的優點是什麼呢 選擇性專一性 就是它的反應是選擇性專一性非常高的 所以 你要測血 測尿 這裡面的這個成分太複雜了 如果說你用這個N-Line可以用的話 它的專一性選擇性的非常好 有該擋的影響 這是它的優點 很少的該擋 因為它是該進去 這性能也有該擋 但它不是很完美 很好 優點很多吧 但是這個也有缺點 缺點什麼 太貴吧 非常貴 有的貴到非常小一點點 就是一萬兩萬 所以研究人家想 要不要用很貴的東西 另外呢 如果很貴 它可以 這個 可以用一倍 那也不少 但是它可以用 兩個禮拜就死掉了 如果不好的話 這個一天就死掉了 那你沒有 所以買一萬塊錢 然後做一天 所以你告訴我 老師這個貨型沒有 你沒有 救我 所以它這個 這個穩定性呢 能做 不是很貴 其實它很缺點 所以很多人不敢去做 這個生化的事 很多東西很會 好吧 所以我們同學 我們都化學 但是呢 現在生科的 相關的 化學的領域裡面 人就對上生化很多了 所以我是建議同學 可能的話 你應該去修生化 至少生化就能夠修行 所以你不要只知道化學 神化的東西 神科的東西 完全不知道 這樣會失敗 反過來 如果你修了 你會站點 你站點 你站點 然後就亂想 好吧 這我的業力啊 同學放到我 我放到同學的話 不管它都會這樣做 好吧 那我們現在看一下 什麼是Biosensor Biosensor 那個生化感測器 我想你們應該聽到很多 Biosensor 那它當然就是一個系統 或是一個裝置 或是看起來像一個電子之類的 就是這個 A-Device 它是一個比較廣義的 加一個裝置 那它 COMBINE with the enhancing vamię 那這個 biosensor 來的 這邊呢 你的 辯識的東西 被我們需要 能夠 然後呢 後面的一個 这个电话是我们的Genexclusive 去给你的一个有选择性的测定、侦测 你要测谈你的生化 我最常用来做研究的其实是Grucos 而不是Uries 其实最常用到的很多人在做研究 是用Grucos Grucos 我刚刚讲研究说 荷兰仰化美女 在很多的美女院算是不贵的地方 是比较便宜的 几千块的 不贵的话一万两万都有 它的这个寿命 它比较容易癢 都没死掉 好,所以是一樣的 這個Virus Sensor我們剛剛看到的 一定有一個remonational 這個東西 這邊它的主流粒是填在 反應完之後的產物 照這邊用填在的話 就是它專一的反應 Urea 產物在這邊 這個產物呢 它的濾度多少 要有辦法測到 在這個地方呢,我們剛剛看看 可以測到濾氛氧 也可以測到濾氛氧 也可以了吧 好,在這邊有一個 Transducer 那 Transducer 我們中文翻譯成 轉換器 那其實這樣的一個名稱呢 是在我們機械性 電気性 叫Transducer 在我們化學性 叫Detector 是一樣的東西 像PMD 它就是一个传输器 测光的强度 所以光的强度越大的话 产生的电能越强 所以PMD 你说是什么东西 比如说 光的强度的侦测器 那 它把你光强度转换成电流信号输出来 对他们电器系的材料系的 机械系他们就叫传输器 所以一样的东西 它像那个 玻璃链接的设计 它把气粒子 能够转换成电压讯号 所以气粒链接也是一个 Translucive 所以对Translucive的名称 其实就是我们讲的 Detective 分射器 意义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张那个 微片 基本上那边 不了解一些 甚至叫做 接下来的话 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 怎么样 利用这样的Design 去组成一个Device 可以测 你的射化分子 那这就是一个例子 那它选的例子呢 就是我们想看的 那测的对象是 游热 游热就是尿熟 那事实上 在很想各位 你们用这个生理检查 生理检查的话 一定一定要去 咽药 要抽去 咽药 咽药里面 有一些项目 其中有一项目 它是简称Device 它可以一起 咽药 咽药里面呢 就有一项咽药 比如说Blood Uring 那一项 尿熟 尿熟干 那这一项 它反映出来 是你的生理检查 你的生理检查 好 所以这个Bloem Attached 就是你的这个 医院里面的 就是 检查 好 那我们先看一下 用 酵素变形呢 去测误REAL 这个酵素指的就是REALS 尿熟 那这块 你当然要把它背起来 它是一个 但是 我们再次来回应的一个例子 所以你要知道 所以你要知道 我们学化学人 对你的反应方程式 应该不太好 Urea 我们在这个 Urea是存在 确件固件固件的方向的 它进行确件反应 可以这样一个方向的 那么这样一项目出来 你直接测 阿摩尼亚 两粒子 可以的 它在水龙里面 可以解 所以你要测 氫粒子 可以的 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 我怎么样去做我的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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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边看到呢 它有两部电子 都可以 一个是 阿摩尼亚 按 直接测这个 NH4 这一架 按例子 直接测 当然 那么如果说 你不直接测 在这个水龙里面 它会明白 你测 轻力 测 轻力 可以 所以你要去 用哪一个都可以 那么在这个地方 很多的说 就是说 我们对它有一个基本的了解 我们用总编的那个例子 就可以了 我们基本上还告诉你 你今天要做这个电子 做 为什么这样做就可以 把这个事情了解就可以了 因为呢 那你在真正应用的时候呢 不建设 只有吃了 有越环 所以它这个原则性 基本的有原理 本来就有了 第一个呢 我们讲 假设 你用的是阿摩尼亚 那个离子 这个离子变体的话 你刚刚讲的话 阿摩尼亚 这个离子变体 所以它这个整个阿 比较深色的韩色的 这整个呢 就是这个电子 有深 有电子 然后跟它表面的 这个浅蓝色的地方 就是你要放的 你有Enzyme 所以你必须要有Enzyme 有Reus 有Enzyme 好 所以它那边标示的 这一层比较浅的 这一层呢 就是你的Enzyme 有Reus 那上面这个字呢 immobilize 就把一个 有Reus 可以Enzyme 把它固定在里面 immobilize 这个字呢 各位要认识 固定你 固定在里面 固定在里面 你怎么让它固定呢 它不会固定在里面 把它包起来 直接保鲜摸一下 包起来 然后你会看到一个相机缺 扎在这里 就完了 很简单 很简单 没错 就很简单 那你要做的话 接上去 好 就是一个链鸡 然后呢 表面呢 就是放你的Enzyme 然后呢 当这张Enzyme 很薄一层 Enzyme 很贵 你会放这大堆 效果也不好 也很贵 就拿着薄 薄一层 Enzyme 然后呢 在外面 另外一个 包起来 那这个Meverage 本身一样的 它不能够 不能够这个 太厚 好一些 然后 要有很多能 可以让你在这里 如月儿 这样一个分子 可以渗进去 渗进去 那其他东西渗进去 也没关系 也没关系 这个Enzyme 所以什么东西渗出来都可以 那我的反应是很有选择性的 所以其他东西都进来 也能被关系 所以这个Meverage本身 一直包起来 然后要有很多能 可以让你的Nurale 可以进来 那至于说 它打不当别的东西 怎么不太难 那可能打一样的东西 就是很大的 Coding 能到这个大分级 专业 其他分级也没关系 因为我的反应本身呢 是一个非常选择性的 专业性的配方 好 所以它的构造非常简单 谁都可以做 可以一直做 好 现在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 什么样可以测到 所以把这样一个Enzyme面积呢 放在这个圈面 怎么样 你都可以 放进来之后 那么这个Ureal 就通过 这层Membrane 就接触到这个Ureal 这个Enzyme 那它碰到Enzyme的话呢 就会进入这个 这个反应产物呢 Ammonium I 就会生成嘛 生成之后呢 就靠Diffusion 靠这个Porset 这个浓度高到浓度低的地方 Porset 所以你的 那个 这个电梯放在 尿的水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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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尿的尿的尿 会生进了 因为它反应之后 采用Hermonium 它一样会生进到 接触到里面的 这个Hermonium I Electron 生进去 所以 靠这个Electron 选择性的测 甚至的Hermonium I 有多少 可以反应到 尿的尿的尿的尿 基本道理是这样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 只要有 这样的反应 位置的反应 那你都可以 去利用 这个标里面 Hermonium I 就是说 我这边放了些 Hermonium I 去做选择性的 一个反应 可以BioSensor 然后是靠里选的电子 我不是说BioSensor 只能靠里选 也不是 里选的电子是其中一种 以后它会介绍 别的方法 那么全是微信 这边是Pudential Origin 测电位 所以这是靠里选的电子 测电位 然后用Hermonium 可以做选择性的 就是这个有BioSensor 有热在这边 它的反应在这边 所以你可以用得很便宜 所以你可以用得很便宜 那我这边再看 Gruples在这边 那Gruples在这边的话 那么有一个Gruples Top Steps 它的反应在这边 那所以 一般去测Gruples的话 比较少去用BioSensor 的电子 所以我们在下一招 是靠电话一回 其实是这个刷牙水 所以我们现在下一招 你还会再 再一次看到 所谓的BioSensor 那时候 侦测的 这个对象是刷牙水 用的不是粒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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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话又反应 所以在这边 我们就讲这个 直接看那个反应 其他的都说类似 所以这个表明可以参考 好吧 在这边的问题上 表情它基本的道理 最主要的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的话 我们建一张 我想要介绍的 就是最后一个 好 为什么需要一个 比较贵的 内电子比较大的 贴助力 不能用一般的三个电表 当然卡案就是 如果用三个电表 有个无常会很大 所以你必须要用 内电子比较高的 比较贵的贴助力 就是无常大了 什么程度 这是一个例子 那这个例子 对你们来讲 应该都不是困难 你们做过电子学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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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电子学实验都做完了 你还会比较贴助力 比较贴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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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学不教电子学 老板就不知道 好 我们看看这个例子 这个就是代表 我们用一个 理学的面积 例如 membrane 那你这个 这个membrane 用这个理学的电子去测 比如说 玻璃电子去测 这个气力性等等 你真正去测的这个电位 就是玻璃电子的membrane 跟你的溶液 接触那个面 面上 它的电位 所以 你真正去测的是那个电位 那在这边呢 就相当于这边有个电位 怎么去测 那这边是0.85 当然听到不会那么高 对 好 这个membrane上 你要测的是那个电位 这个membrane 跟手工具飞行溶液 它有接触的那个面上的电位 一面八个 然后呢 你的membrane 本身有一个电阻 那如果说是玻璃电子的话 你就知道 100 100mg 这边这个RS 我要量这个membrane 它的电位 membrane本身呢 就有一个电阻 20mg 所以我要量这个电位 但是它本身就有一个电阻 好 所以这边该是代表硕士 所以你要测 有两个电位 我希望那个 那个我本身 Meprin 就有一个电阻 20mg 这很高的 一般是用电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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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点的是用电脑 好一点的是用电脑 一个试波器的话呢 有10个mg 好 好 好 你今天用了一个这个Meter 不然是三个电脑 而是 电脑一个 它就告诉你 Meter 电脑是100mg 它已经比它高了 不会 OK 所以你用了接量电脑 这个Meter 它的内面 就是 比你要接量 Meter 那个电脑 大了不费 有没有误差呢 还是有 误差怎么算 误差算吧 是 我今天有一个5.8厚的量 对不对 但是我这个量的时候 系统量接了 我量出来的电位 是由这个Meter的声 反映出来电位 所以 跨过这个Meter 它的电位呢 是多少 那对你们来讲 这两个电脑 穿在一起 总电脑呢 就是这两个电脑 20mg 就是100mg 总电脑 然后呢 你的电位 这个跨在这个Meter 量到的电位 呃 是跨过这个电脑 那这有100mg 所以总电位是120mg 所以量到的词是100mg 6分之五 好 所以你的那个 呃 量到的词就不是0.8厚的 0.8厚的 6分之五 所以不上那就是6分之一 就是6分之一 就是6分之一 小 是第一 第二 这个6分之一 不是 或者是7分之一 都没问题吧 是希望你们都没有 对啊 如果有问题的话 你们电脑就要 要重修啊 就是 所以应该 应该 对你们来讲 应该很熟悉的 熟悉到说一看就知道 不上那大概都不上 所以我们在 课本上呢 会有个结论就是说 你希望你的物差小 大家都希望测的结果很準確 你希望你的物差是 小于1% 那代表说 你的那个 米特的电阻 要是 你的 是你的 Membrane的电阻 100倍 那你物差100倍 你希望你的物差最小 一千倍 千分之一的话 那它的电阻 它是一千倍 一千倍 所以 假如说 我现在 你告诉你 玻璃链子的 Membrane 它是100mg 那你希望你的物差 是一千倍的话 那就应该做少 就应该要 10的11次方 内电阻 B的 呃 一般的我们 psb的大概都是 10的12次方 所以 这样帅小大概 1万 1万分之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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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也是 呃 呃 呃 为什么 你需要 花比较贵的钱 是 Membrane 得到 稳定 购购 我 购购 购购